我們下一個就是最後一段內容叫做電池感應 我們前面教的電流池效應 我們說通電之後會產生池場 那很自然就會問一個問題 那有池場會不會有電 如果電流會升池 很自然就會問 那麼池會不會去升電 池能不能升電 然後有一位大哥 叫做法拉蒂 他就要想辦法 看看有沒有辦法從持生電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實驗 一開始都是大失敗 他線圈 然後旁邊放導線 通電之後導線上不會有電流 沒有 失敗 好後勒 就把線圈穿進去好了 導線做到線圈裡面 再做 一樣 失敗 那 做兩個線圈互相靠在一起怎麼樣 成功 叫我還是失敗 做了很多的實驗 全部都失敗 最後終於成功了 終於成功了 左邊的B 左邊的B 拉到遠遠的 有一個側電流的 然後把右邊的A呢 接上去 發現B會動一下 有電流升成了 右邊的兩根是磁吧 壓壓壓壓壓壓壓 有電流了 有電流了 OK 所以 這很好 把這我們的磁 就有辦法 伸出一些電 他就開始 做好多好多的實驗 最後提出報告 什麼情況之下 他會有電 電流會變的時候 磁場會變的時候 然後呢 雖然我的電流沒有變 可是我電流在跑的時候 或者是磁場在跑的時候 磁場跑的時候 或者是呢 那個線 不是磁場那個 那個線自己在跑來跑去的時候 也可以 反正呢 做完之後就知道一個結果就怎樣 要變化 電流有變化 時常有變化的時候 電流有變化 時常有變化的時候 欸 就會有深感應電流 就會產生了 就是 當回要跟你介紹的重點 有變化 所以呢 這邊 你如果不動 不會有電流 你把它靠近 欸 有電流 欸 欸 你把它拿遠 也可以有電流 所以靠近或遠離 你那個磁場會動 但你也可以把線圈靠近或線圈遠離也一樣 反正就是 有變化的時候 因為你靠近會增強 遠離會減弱 所以 有變化的時候 就會生感應電流 所以 所以 要 所以 當我的這個線圈內的磁場 發生變化的時候 它就會生一個電流 這個電流我們稱為感應電流 我們稱為感應電流 所以當線圈內的磁場有發生變化 我們的線圈上就會產生電流 這個電流叫做感應電流 感應電流 OK 要注意 有電流就會有磁場 只要通電就有磁場 有電流就會生磁場 但是 必須要有磁場變化才會生感應電流 有電流就會有磁場 但必須要有磁場變化才會生感應電流 才會生感應電流 才會生感應電流 OK 那所謂的磁場變化 在物理上的說法叫做磁通量發生改變 磁通量的解釋是說 垂直通過截面積的磁力線速度 磁力線就代表磁場 所以垂直通過磁力線的數目 我們國中不這樣子解釋 可是我們後面要交發電機的時候 要用到這個想法 但是我們沒有明示這個想法 因為發電機是讓那個線圈在磁場裡面轉動 轉動的時候有個情況是跟磁力線垂直 那表示垂直通貨量最大 然後變成平的時候 平行就是完全沒有垂直通貨變成0 所以轉一圈的時候就有的很大有的很小 叫做磁通量發生改變 就是我說的磁場發生變化 國中不用這個方法解釋 是用很直觀的想法說 靠近會增強遠離會減弱 但是那個轉圈圈並沒有靠近跟遠離 為什麼有磁場變化 就這個磁通量發生改變 你知道就可以了 我們基本上國中並不是這樣解釋的 然後你就了解一下就夠了 叫反正重點叫做 有電流就會產生磁場 但必須要有磁場變化才會生感應電流 這是我們的重點